目前正值荔枝大面积上市 广东多地的荔枝也都挂满枝头 今年荔枝的产量和价格怎么样呢 我们来看记者在广东的调查 在广东东莞的一家荔枝果园里 红艳艳的荔枝挂满了枝头 果园的工作人员正忙着采摘新鲜的荔枝 以最快的速度打包装箱 准备发往全国各地 说起来今天的荔枝来讲 五年来可能今年是最高的 所以说今年也是说是逢收一年 今年是荔枝大年 接着走访多个果园 发现产量普遍有两到三成的增加 一些果园甚至增产达到六成 今年我们深圳南山的荔枝 就比去年增长了60%左右 今年的产量还是可以的 就是我们的果汁你看挂了满满的 有这么多工程来帮忙采摘 虽然荔枝的产量不错 但是果农并没有开心起来 因为今年荔枝的价格走低 几乎跌破了果农们的心理价位 这个是贵位 现在我们批发价到8块钱一斤 去年的话大概也是10块钱左右 说真的要是低8块钱的话 我们就没有钱赚了 在广东深圳的一个荔枝园里 往年零售价能卖到50多的糯米瓷 今年批发价跌到15元一斤 他们现在在加班加点的采摘 因为担心端午后的价格会进一步下跌 价格的话可能贵位的话10块钱以下降到 糯米值的话要降到15块钱以下 我赶在端午节前最佳的时候 加班加点就把它采下来 卢金泡做了30多年的水果经销商 每年他的团队都在广东各地收力之 他告诉我们今年产地的批发价格 是5年来最低的 因为需求并没有增加很多 导致有的品种甚至跌到三四元一斤 位置叫高州这边 已经跌到3块多4块 你像贵位现在是由最高的17块收 已经跌到了15块钱 这个糯米池就是由30多块收 已经逐步逐步跌到了大概十来块 今年的价格是跌得很厉害 这是5年来最低点的荔枝的价格 记者在采访的时候还发现 由于目前广东正值龙舟水时节 几乎每天都在下大雨 这也给荔枝的生长采摘造成了不小的困难 由于今年荔枝丰收 需要采摘的人工就变得更多了 连日来的大雨 更是让摘荔枝成为了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很多果园的园主都亲自上阵抢收荔枝 最近广东多地进入龙舟水降水集中期 每天大雨不断 平常一个人一天可以摘200多斤 天气不好时 一天最多也就摘100来斤 大雨不仅影响采摘 还对还没有成熟的荔枝造成破坏性影响 在广东深圳的果园里 记者看到 由于多日的大雨 使得刚刚大规模成熟的糯米池 出现了一定比例的烂果 下雨多的时候 糯米池爆果比较多 也损失了两成左右 如果是继续下雨的话 还会影响我们采果 荔枝比较难保存 民间有一日色变 两日香变 三日未变 四日色香味进去的说法 那么怎样才能保证 把成熟的荔枝尽快地运走销售 摆上市场的货架呢 我们继续来看 为了尽快帮助果农将荔枝运走 很多物流公司将冷链车 直接停放在果园门口 第一时间对采摘的荔枝进行冷链包装 早上九点前采摘的荔枝 第二天就可以到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消费者手上 与时间赛跑 一些商超也趁着今年荔枝价格下调 将一些之前没有在超市里销售的高端荔枝品种上架 特意采用了冷贵的方式进行销售 希望更好地保持荔枝的鲜度 它的鲜度很难去保存 如果一天卖不完的话 可能损耗还是比较大 那今年我们也是改变了这个售卖方式 然后在这个冰柜里面来售卖 为了更快更多地把荔枝运出去 一些航空公司甚至开通了荔枝专线 并开辟了绿色通道保障转运速度 海关等部门也加速放行 今年以来 仅深圳海关就已经保障4000多吨鲜荔枝出口印度尼西亚 新加坡 加拿大 荷兰等13个国家地区 同比增长12.6% 为了确保岭南荔枝零等待快速通关 我们专门针对出口荔枝高峰 开辟了绿色通道 当天查验 当天验放 在这边 又会发生了绿色通道